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表示 美国不准备在短期内取消对中国的关税 戴琪3月28日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 做出了上述表态 她称华盛顿对北京进行贸易谈判持开放态度 并且同时指出 关税可能在美国国内造成损害 但是她也强调不会突然取消关税 她对《华尔街日报》外界呼吁取消关税的声音表示 贸然取消关税可能会损害经济 除非这种改变以某种方式进行 以便参与者能够进行调整 她还指出 对华关税让美国在与中国进行谈判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没有谈判者会主动放弃筹码 国会参议院本月中旬以98比0 一致确认戴琪为拜登政府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提名 戴琪也成为第一位出任美国贸易代表的少数族裔女性和亚裔美国人 自2017年以来 戴琪一直是国会众院筹款委员会的首席律师 该委员会对贸易政策具有管辖权 她于2014年加入委员会 并在国会就美墨加贸易协定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国会众议院就职之前 戴琪自2007年以来一直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工作 并于2011年升任中国贸易问题执法总顾问 拜登政府曾经说过暂时不会改变前总统特朗普对外国钢铁、铝和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政策 戴琪在提名确认听证会期间强调 白宫将寻求在放宽贸易限制和保护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之间取得平衡 拜登在就职之前曾经表示 会非常谨慎地就关税问题采取行动 不会对中国政策进行任何突然的改变 他还指出不会立即采取行动取消关税 或者特朗普政府同中方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